现在我们来介绍如何使用Google所提供的关键字工具 来选择适当的网络排名关键字 首先我们到Google搜寻引擎的首页 在搜寻的地方打入Google Keyword Tool三个英文单字 我们选择Google AdWords.google.com slash select slash keyword tool external这个搜寻的结果 在Google AdWords关键字工具中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word of face 它让你直接打入你的网页相关关键字 然后由Google来帮你筛选出相关的关键字 以及搜寻的结果 另外一个方式是直接输入你的网页网址 让Google根据你的网页的内容来选择关键字 现在我用手工相照作为一个例子 来展示它搜寻的结果 在开始搜寻之前呢 我们先要把location改成台湾 如果我们是针对台湾的消费市场 语言呢 我们改成Chinese Traditional 一切就绪之后呢 我们就按下search 按下search之后呢 Google会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关键字 手工相照 列出其他相关的关键字 在Google中被搜寻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Local Monthly Service的排名 所谓的Local Monthly Service 就是我们刚刚所选择的地区 台湾 也就是说 手工照这个字在台湾每个月 有33100次的搜寻结果 而手工肥皂在台湾有2400次的搜寻结果 根据Google关键字的工具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我们是贩卖手工相照 或手工肥皂 我们希望客人能够经由搜寻情 来到我们的网页 最好的方式是选用 手工照 作为我们搜寻的关键字 因为它每个月所被流来的次数最多 第二个选择 则是手工肥皂 第三 天然手工相照 等下来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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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